这些人都不得了 怨怨相报 没完没了 最终呢 都是两百句上 我听四哥的 都依你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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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你了 打我 打我出出气 你打死我 谁做你男人 我不管 我打你 我打你 不过 你换个地方行吗 你这手重 疼 转过来 好好好 打死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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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过了 没呢 等着 别再抄东西了 这 这东西都挺贵的 几乎 花掉了我半生的积蓄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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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不挣扎了 没劲了 再说了 挣扎得过你吗 也是 这胳膊 怎么能拧过大腿呢 你占我便宜 你也没吃亏啊 你干什么呢 我在闻你的发香 第一次在厚庭院 就是这个香味 那不是发香 那是体香 小狐狸的体香 六哥啊 我跟你说这样的事呢 我在山城还有一门亲戚 她是我妈的亲妹妹 我叫她小姨 她是我在这个世界上 唯一剩下的亲男 我父母没了 娘家没了 我就想从小姨家出嫁 好 从小姨家出嫁啊 咱们呢 风风光光的 让你父母在天之灵 看到这一切 也好得以心安啊 那你不去提金 总该迎亲吧 让我手下的兄弟去就行了 郑小仙 你这是什么态度啊 让你的弟兄去 拿枪押着我 我是你新娘子 我是犯人吗 我不管 反正我要风风光光地嫁进来 我要坐着轿子 吹吹打打地嫁进来 你要是嫌麻烦呢 轿子和乐手我去找 你出钱就是了 这女人哪 什么时候都忘不了虚名二字 好 依你 你 六哥 我想死 这好好的 马上要办婚事了 怎么又要死啊 我幸福地想死 好 那就死吧 快快死 快快死 老六 我那是说给他听的 你还真就答应我了 答应了 你我相识十几年了 只有这次你不招四六 你平常那股机灵劲都哪儿去了 人家一个急讲法你就上套 看来有些老话没白说 十六群下 都是冤死鬼 我没觉得做得不对啊 他不就是想把人 弄进渣子洞看守所吗 成全他就是了 这渣子洞什么都缺啊 就是不缺住的地方 你看看这份情报 是公述送来的 是咱们在中统内线搞到的 一旦被中统的人盯上 就如同被王八咬住了手指头 你想甩都甩不掉 看来啊 这渣子洞看守所 不再是我的世外桃园了 你要干什么 只有消失 才能让我摆脱麻烦 林桃想杀了我 岂不知 我正想利用他脱身呢 这夫妻一场 最终落得个刀兵相见 干我们这行 归根结底 是互相利用啊 老六 老六 我可就剩下你这么一个弟弟了 你能不能让我省点心 要是没了你 我在这世上什么都没了 你那个嫂子 以后别再喊那嫂子了 见我落难 就跟小白俩跑了 你怎么不早说 就算上边不拿你藏牌菜 可你也不能自暴自弃啊 你不是还有哥哥我的吗 有我陪着你 你不孤单 六弟 怎敢忘记哥哥对我的好 只是 这次拖累哥哥了 你说的叫什么屁话 我徐百川 是怕兄弟拖累的人吗 可我怕 你以为只有中统 想除掉我吗 不斩草除根 有些人 睡不好觉 有人 谁啊 还能有谁啊 戴老板死了 老毛肯定怕押不住你的风头 就包藏祸心 想借刀杀人 换做是我 我也不会放弃 这既不承担责任 同时又可以顺利达成心愿的机会 何况他老毛呢 如果是这样 这渣子洞 看来你真就带不下去了 老郑老唐留你 是为了牵制老毛 毛人峰 能不明白吗 一样的道理 田湖派杀手空降延安 你命令裴华南打掉了那架飞机 他毛人峰心里边 能不害怕吗 在他的眼里 你我兄弟穿一条裤子都贤肥 所谓唇王齿寒 除了我 那你可就成了他的眼中钉 肉中刺了 想不死 都难了 一根绳拴两根蚂蚱 跑不了你 也蹦不了我呀 所以 你我兄弟必须有一个要脱身 哪怕在毛人峰的面前消失一个 他也会投鼠机器 丁一防一 一旦我们步调一致了 对手肯定会置你我于死地 斩尽杀绝 中统在给毛人峰制造机会的同时 也把机会留给了我们 此话怎讲 你不觉得 这是我消失的最佳时机吗 你真的要走 不走能行吗 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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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离开哥哥 可是 再在这儿待下去 说不定哪天 你我兄弟 就得有一个 趴在另一个的坟上哭 哥哥这辈子 还能再见到你吗 是 公主 剃刀已经渗入到扎栋开搜索了 剃刀 越是取个爷们儿的名字 八成都是个娘们儿 如果我掐指算得没错的话 这个剃刀啊 就是六哥的新娘子灵桃 中统真能啊 每人忌妒身上 晓岩哥哥 看来他们身上有几颗物子 也瞒不过你 如果需要 田虎老婆身上几个物子 我也给大家弄过来 来 你们说那木马计划 到底是什么内容啊 就是木头做的马 其实啊 这是个古希腊传说 话说这个特洛伊王子 拐走了希腊王后海伦 希腊人就生气了 远真特洛伊 围攻了九年都没有拿下 奥德修斯就献了一技 他让这勇士钻进木马的肚子里 然后搬到城外 洋装退兵 这侧罗伊人就以为 这敌兵已退啊 他们就把这木马当作战利品 搬到城中 结果啊到了夜里 这勇士就从那木马肚子里跳出来 打开了城门 希腊人一拥而入攻下城池 明白了 就是打进敌人内部 然后理应为何 这剃刀就是钻进木马肚子里的人 他要杀六哥 他痴心妄想 以六哥的脑子 那对手肚子里的花花肠子 早被他看得一清二楚 说你们俩被那些女人迷得五迷三道 我信 那是咱们的六哥 六哥把那些女的弄得神魂颠倒才对 那既然剃刀杀不了六哥 那就有另外两种可能性 第一种是调谱离山 以上门提亲或者迎亲作为借口 让六哥离开渣子洞 这样中统就能在半道上动手 第二点 就是杀手混在宋青的队伍里 混进渣子洞看守所 我觉得这两种情况都不太可能 第一 六哥绝对不会亲自地去迎亲或者提亲 媳妇都到手啊 他何必再去干这种脱了裤子放屁的事啊 再说了 六哥从来不喜欢樊文主街 第二 田湖真有那么大坦头啊 敢在保密局渣子洞 这种看守所动手 除非他中统想跟咱们军统全面宣战 他一个都不想回去 剃刀的企图绝瞒不过六哥 既然知道对方的意图 还听起百步 那只能说明六哥另有打算 那共党游击队会干什么 夏恩哥哥不是说了吗 中统绝不敢公开对军党宣战 所以我怀疑他们是想利用共党游击队 让他们钻进木马肚子里 杀掉六哥 然后能够坐下骑程 等事成之后 再对共党游击队一网打尽 一箭双标 你不懂的 你信任他 相信你 我可以跟众勇工 众勇工 林晓鸥 你没有所谓的 我听得知你 你不能听你 你让我听到我 还知道我 会有什么诈呢 鬼子六当缩头乌龟 躲在渣滋洞看守所不敢出来 天狐替高湛龙报仇新鲜 如果不是真的病了 你想 他会放过这个 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吗 欲望相争 本来我们想坐手于无之力 可现在看来 我们得自己动手了 因为这个机会对我们来讲 同样也是千载难逢 尖兵还打探到了 新娘子抽嫁的地方 就是在他那个假冒的小姨家 那我们就可以 在宋亲二字上做文章 混进渣子头 在自己的地盘上 要人逢喜事 是个男人都会松懈的 游击队在这个时候就可以动手了 我还真不信了 这鬼子六在自己大喜的日子里 你脑袋后面还会长眼睛 明天就要结婚了 怎么 紧张了 田先生还有别的吩咐吗 没有 万事俱备 对 现在只差共党的东风 还是田先生有先见之明 像郑耀仙这样的人 怎么可能答应上门提亲和迎亲呢 郑耀仙 他会按照我的方案走吗 他是我们这行 郑耀仙最出类拔萃的特工 其无对手 可是 纵然他聪明绝顶 仅凭一己之力 又能如何 现在是三家想要他的命 若双拳能低四手 他又何必夹着违法 做丧家之拳 我只是一个联络员 你的话 是不是太多了 这些日子竟说假话了 好不容易看见自己人 忍不住 都说了几句 我怕时间一长 怎么说真话都忘记了 说十句真话 只说一句假话 那别人认为这句话 也是真话 若是说九句假话 一句真话 那别人一定 也认为这句话是假话 我都提醒了 你还是话多 郑耀仙这个人 我真的猜不透他 让人觉得匪夷所思 天知道他会不会 按照我们的方案走 跟我们这一行的女人 怕的不是枪林弹雨 什么意思 色诱 反过来就是诱色 女人嘛 就怕不听话 而且 是不听自己的话 不懂 往后你就懂了 你的身子 是听心的话呢 还是听脑子的话 你卖客人内衣 还卖给客人披萨 这荣林路上的意大利餐馆 做的披萨 山城没有第二家 埋伏在十三号地区的弟兄们 终日劳顿 挺辛苦的 田先生 叫我把这个诗盒转交给他们 一会儿就有人来拿 田先生对下属 向来是呵护被执 我想问一下 如果我刺杀 正要先成功 我该怎么脱身 自然有内线接应啊 那那些共党呢 只要你全身而退 埋伏在十三号地区的弟兄们 就会与共党暴乱 军统镇压不力为由 炮轰扎字洞看守所 这样 既消灭了共党 又给军统颜色看 到底是什么样的批萨 能让你夸成这样 我都快流口水了 是不错的 是不错的 我都没想到 你怎么能复杂到 把讨论行开 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要拿过一 cont 所以我们能复杂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都说了多少遍了 平身 表哥要不说原谅我的话 我就不起来 明天就要出嫁了 按说 这会儿你应该在你小姨家 好好想想日后如何相夫教子 何必在这儿听我说贵安呢 干掉我 下一个轮到的就是你 对吗 你现在肯定很想知道 我是怎么得知你们的意图的 柳哥救我 我知道我对不起你 我也不知道 柳哥是不是真的喜欢我 可是不管怎么说 我终究是你的女人 你就忍心看着你的杰发妻子 被别人活活弄死吗 我承认 一开始 我是想失美人机来杀你 可我就是一个小特工 上风下了命令 我怎么可能不去执行啊 如果换做是柳哥 向下面交代了什么 别人不去做 你是不是也不会轻饶他 言之有理 这是你的头发 上面有你用过的发油 那是一种很神秘的香味 我在后庭院的时候 就记住了 这种头油是特制的 专门用来勾引男人 你当时说不是你的发香 而是你的体香 柳哥 柳哥能告诉我你是怎么知道 他们要对我动手吗 从你前脚 迈出渣子洞大门的那一刻 我就知道你危险了 我的脑子跟柳哥的脑子比起来 就是中脑子 就别卖关子了 直接告诉我吧 你要我去提亲 按说这是中国的风俗 很正常 可用在你身上就怪了 你已经下了决心 要在监狱里跟我过日子 还在乎提不提亲吗 还有所谓送亲 不过是想把杀手 安排在送亲的队伍里 顺利地混进渣子洞 对吗 你获取了我们的木马计划 我对那个狗屁计划不感兴趣 我感兴趣的是 你们会如何地杀我 渣子洞是我的老巢 一般人都会认为这里最安全 所谓的灯下黑 对于我这个新郎来说 花轿到的那一刻 也就是我命丧黄泉的时候 我还有什么好说的 我们计划的每一步都被你算着了 而且分毫无诈 看来我只能使出最后的杀手结 就是施展美人计 使出浑身的血缩 让你大意 除此之外 没有别的办法吧 在渣子洞刺杀我 就如同在仇人的家里撒野 杀手肯定会毙命 那么多人换我一个人的命 想想算算 这比买卖不划算 所以你们还会在杀手人选上做文章 可在我看来 这个替死鬼非共产党莫属 太恐怖了 这个你也算出来了 还有更恐怖的 行动无论成功与否 总统都不会放过你 伙同共党干掉自己人 这罪名你背得起吗 田湖是肯定要找替罪羊的 而这个替罪羊非你莫属 女人往往都很自信 以为十六群下所有的男人都会变成蠢猪 其实呢 男人才是这个世界上最狡猾的动物 你是没有尾巴的狐狸 而我是长了尾巴的狐狸 这个头发是你的 齐根地盘在了披萨饼上 中统行动队的人一旦看到这个东西 就知道是尚丰要他们对我们斩草猪根 一饼剑出 柳哥真是个高手 天狐见到你 也要叫你成师叔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不忘了拍马屁 也难怪 天狐连副棺材都没给你准备 你就等着报时接头吧 幸亏你跑得快 我是坐摩托车回来的 是以前的相好吧 他是个飞行员 追求我 人还不错 不过我不喜欢他 要不是因为逃命 我也不会找他 你能第一时间跑回来找我 说明只有我才能救你 对吗 柳哥 所有的一切都被你算到了 干吗还非得把话挑明呢 这不是往别人伤口上撒盐吗 这回你是真心的吗 那我要怎么做你才会相信我 你怎么做我都不会相信 干我们这一行的 不能相信任何人 起来吧 我原谅你了 我们真应了那句老话了 不是冤家不剧头啊 不对 应该是千里姻缘 现迁 四哥 赶快送进去吧 你溜嫂刚从城里回来 到现在还没吃饭呢 是 林桃做梦也没有想到 对于自己奉命要置于死地的政要先 最后却不得不去求助于他 命运真是个黑色幽默大师 他喜欢捉弄陈世间 挣扎在爱恨情仇中的痴男怨女 以后就跟着我吧 不可否认 你是有潜质的特务 不过是没有遇上好伯乐 就像养鸟 鸟是好鸟 吃不过脏了口 六哥 我还能干这行 我们端的是铁饭碗 这碗饭不好吃 可是要想退出 下辈子吧 刚才回来的路上 我就想过了 如果六哥不肯救我 我就自行了断 你知道哪种毒药 可以让人一吃就死吗 我不怕死 可我最怕疼了 别跟我提情话讲 我这种小人物 还没有到拥有他的级别 你们中途 为什么要动我过不去啊 我们曾经怀疑你是共党 如果你不是 我们也会把共党的帽子 给你戴上 这样就可以名正言顺地除掉你 你看我是吗 党国上下 谁敢怀疑六哥是共党 那他的脑子一定是出了问题 要进精神病院吧 能说真话说明你需要我的帮助 除此之外 我还有别的选择吗 其实六哥可以像他们一样 把我杀了灭口 我不会怪你的 要怪 就怪我的命苦 吃上这碗饭的女人 这就是我的命 我的命苦 没想到我的女人命更苦 六哥还把我当你的女人 一日夫妻百律恩 你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我是共产党 我和你生死在一起 就赌你不是共党 否则 这是党国的不幸 也是我个人的悲哀 田先生 高军堡的疯病一直不见好 此次从医院走失 实在不该是您的过错 心脏的毛病可不是小病 您对已经过去的高湛龙先生 赤子之心 弟兄们都是有目共睹的 苍天可见 田先生 您还有什么吩咐吗 木马计划呢 那您就安心疆养 保重贵蹄 木马计划 搁浅 弟兄们暂时停止 这一切活动 祝您早日康复 你不用看着我 我可不一定是你的救命稻草 冲齐亮 也就是个骑驴看唱本 走着瞧 那我们该怎么办呀 怎么办 脚底下抹油 溜啊 天亮了 我们就走 天亮在走 那不如趁着天再走 黑灯下火的 黑灯下火的 你往哪儿走啊 难道让我给你打着手电 滴溜着灯笼 你是让我一个人走 他们想杀的 不仅仅是你一个人 我的命也很金贵 不过 我可是有言在先 出了渣子洞 你往东 我往西 从此 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我知道你没钱 我给你呢 准备了点路费 这中统女人的眼泪 做药引子都不配 我不信你 我都把我自己给你了 你也要我怎么样 不怎么样 中统的女人 喂了口吃的 都能把自己给卖了 行了 行了 别哭了 我带上你 行吗 不过我有个条件 要在你的腰上绑手榴弹 隐信得攥在我的手里 行 只要让我跟你走 怎么着都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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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告别 一尘永远 没有相约 何时再见 红色的梦 白色的叶 两个世间不论 谁将一切改变 老六 老六 剃刀和正要先逃了 什么时候 扎字洞以前是废弃的梅妖 又按道通往外面的树林 这种暗道不会太长 出口离坑搜索也不会太远 他们一定利用这条暗道 钻入了密林 会不会是剃刀临阵倒戈 女人就是靠不住 色右反过来就是右色 严密封锁消息 剃刀的小姨家该怎么准备还怎么准备 直等宋卿队伍一到 马上斗手抓人 除了我们的人 其他的人抓着再说 正要先逃了 不能让共党游击队也逃了 晚了 正要先前脚刚走 去白川就派出卫队 直接杀向了剃刀的小姨家 以殉道失踪的新郎新娘为名 叫他四林鸡犬不宁 怎么会这样 这不就等于告诉共党 真能取消了吗 鬼子六带着他那个小媳妇 一起失踪了 看来这个鬼子六 还挺有情意的嘛 连逃命都没有忘了 把自己的女人也带上 那我们的计划怎么办 他鬼子六可以改变计划 我们就不会吗 从渣渣洞出来只有那几条路 他不会钻进老鼠洞的 您是说暗杀便明强 我要是他 要想赶快摆脱困境 必须要沿走高飞离开山城 可机场管制太延 又难以掩人耳目 走水路才是上策 目标直至马逃 那我们就在监狱和码头之间 截住他 四哥 六哥真走了 笨他去 四哥 六哥就逃之夭夭了 不是说好等咱们的吗 四哥 你连我也不相信啊 六哥逃走了 肯定是遇到了什么危险 要不然我把兄弟们交给您 您去救六哥 这件事啊 你六哥早有打算 四哥 四哥 我是怕有人害六哥 现在中统和共同都在蠢蠢欲动 渣渣洞三面环山 天湖全定了所谓十三后地区 兄弟们上去看过了 中统的人早定要泡泡 对着那扎子冬的门口和院子 连每支1056弹炮 七六万山炮都用上了 中统要干什么 还能干什么 让共党钻进木马刺杀六哥 然后假接消灭共党之名 连扎子冬歪怨一并断了 这中统是想一箭三雕 六哥 共党 军统 一个都不放过 还好啊 木马没能进来 我想他们不会轻易改行一车 谁知会不会另起炉灶 各敲各的锣 各吹各的号呢 新郎和新疆倒是跑的 可是并不代表 其他人就此放弃对六哥的自杀 也许在逃跑的路上 还会不会这种劫 简直 发动军陷阱的弟兄们 封锁所有去马都的道路 我今天把话放这儿 谁想是感同六哥一根手指挞 没说的 从我公输的尸体上踏过去 好 四哥 老板和官面上 还得靠您多周旋 这样还是老的了 马屁精 好 怎么 行动队要有行动啊 行动队有行动 难道不正常吗 好 要我来这儿见田先生 田先生不是病重 一直住医院吗 而且一切行动 也都取消了 为什么要取消 田先生 我病了吗 这是怎么回事 很遗憾 我的反间计失败了 原本想看一场 巴蜀之地 宋女嫁人的好戏 却随着新郎新娘的双双失踪 只好眼气息鼓了 什么意思 尖兵 请你放心 我不会杀你 也用不着我动手 你送出的那份谜敌情报 差一点让共党的游击队 钻进了木马 全军覆没 不过 你的组织会把你当成叛徒 处死的 所以我提个建议 你现在可以改变你的信仰 见过了太阳的光明 又怎么可能苟且地偷活在 黑暗的阴沟里呢 过去的戴笠说过一句话 被写在了渣滋洞 肩房的门楣上 你的青春会过去 又我不再回来 想想你的处境 你还有多少时间 不做寻常床则死 不做寻常床则死 只是含笑赴酒全 人格有志 不能强酒 我不再坚持改变你的信仰 但我仍然坚持 改变你的命运 你只要告诉我 你来到山城 都在和谁联络 在山城 词设定 尖宗 有人 听到山城 人格 非 非 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